在星期二夜晚11點多 旺角有堂樓內一個單位起火冒出濃煙 期間傳出多下爆炸聲 消防去到現場後 迅速將火撲息 一名54歲的女街坊吸入濃煙不息 清醒送到廣華醫院治理 另外有6名男子和9名女子自行疏散去到安全的位置 有消息說 火警懷疑因為冷氣機電線短路所致 而警方經初步調查後 說沒有證據顯示案件涉及刑事